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最近上海公积金中心发布关于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通知 引发了社会各界热议 官方表示这是为了减轻职工的贷款负担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采取的措施 然而对于这一举措的深层原因和潜在影响 我们却不能简单地仅从官方书法判断 而是需要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 以独立客观的视角加以分析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官方的原话 根据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 关于调整本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通知 自2024年5月18日起5年 以下函5年和5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分别下调至2.35%和2.85% 5年以下函5年和5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下调至2.775%和3.325% 官方称这一调整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定做出的 旨在更好支持缓解企业生产经营负担 有利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更好满足缺存职工住房需求 减轻贷款负担重视和保护职工权益 促进北市住房公积金制度良性持续发展 表面上看利率下调似乎是一个利好消息 毕竟对于准备购房的职工来说 贷款利率降低无疑降低了购房成本 这确实能够缓解他们的贷款负担 然而我们不能被这种表面利好所迷惑 而是要看清其背后可能隐藏的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一房地产市场需求疲软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 利率下调意味着资金的价格下降 这就像超市里的商品打折一样 让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因为商品滞销了 需要通过降价的方式来刺激需求 同样公积金贷款利率的下调 也很可能反映出房地产市场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 毕竟如果购房需求旺盛 贷款机构本无需降低利率的动力 这印证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 放缓人口老龄化 加剧居民收入 预期下降等因素 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疲软态势 二、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 利率下降还可能是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随着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银行资金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 只能以低利率的方式流向房地产市场 这一方面刺激了房地产投资 另一方面却也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泡沫风险 三、政府试图刺激经济增长 房地产行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体经济走势 因此政府可能试图通过降低利率 来刺激房地产市场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增长 然而这种投资拉动的做法 实际上只是治标不治 本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经济风险 四、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 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 房地产市场低迷 会直接影响到其财政收入状况 因此降低公基金贷款利率 有助于刺激购房需求 从而间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这也可能是中央政府做出利率调整时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利率调整对我们普通民众来说 大约100元左右 虽然金额不算太大 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节省 二、资产价值可能面临下跌风险 但从长远来看 我们却不能对此过于乐观 利率调整很可能意味着 你正在为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市场买单 如果房价真的出现下跌 你手中的房产资产就会面临贬值的风险 究竟房价会如何变化 还需结合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综合判断 不过从前文分析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来看 未来出现房价下跌 确实存在一定可能性 作为购房者在决策时 需要提前考虑到这一风险因素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清楚利率调整背后暴露出的 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模式的困境 一、房地产依赖正后群 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过高 房地产行业对拉动投资 促进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等作用凸显 一旦房地产行业遭遇发展困境 将很快对整个经济 产生连锁反应 中央政府迫于无奈 不得不反复推出利率调整、减税、降费等传统稳增长手段 试图为房地产行业扎缓度过难关 但这终究是一种权宜之计 根本无法解决房地产业高投资高杠杆高风险的发展模式 二、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与此同时 中国制造业仍有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加上当前股内外环境不利因素 叠加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巨大考验 传统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新兴产业培育又面临着重重阻力 整体来看 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使中国经济陷入遥遥五期的转型期 增长乏力 潜力不足 这种结构性矛盾 源于经济体制机制存在的障碍例如 一、市场化程度不够 市场主体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二、创新动能 不足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三、要素配置效率低下 资源尚未完全流向最适配置领域 四、政府职能有待转变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够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无疑需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这包括一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二、放宽市场准入 消除各种隐性壁来 三、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四、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让资源真正向景区领域倾斜 五、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这是一项艰巨的系统性重构工程 需要中央和地方保持压力 传导责任传递的决心和耐力 坚持不懈推进改革 三、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 除了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 以国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 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 二、地缘政治局势动荡 引发更多不确定性 三、全球通炸压力上升 主要经济体加息导致资金外流优虑加大 四、新冠疫情在部分国家地区仍未得到彻底控制 影响经济社会正常秩序 这些内外部环境因素相互交织相成连锁 给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带来了巨大压力 宏观政策应对面临着艰难抉择 不得不同时权衡就业通胀 金融风险等多重目标 面对上述困境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些微调思路 一、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时强刺激 为避免酿成新的发展隐患 经济政策不会重蹈传统强刺激的覆辙 而是运用更多经济化政策组合 做加法、易做减法 比如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两者之间 谨慎把握节奏和力度 二、运用结构性政策工具 更多侧重运用极构性政策工具 包括降费减税 增加政府专项债欠 支持实体经济等 同时也加大改革力度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增强微观主体发展活力和内生动能 三、阴城失策、精准调控 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 中央政策给予地方一定自主权 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精准调控房地产提振消费等环节 比如对于库存过剩的城市和库存偏景的热点城市 采取不同的调控措施 四、注重政策组合权协同性 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领域 各项政策之间要保持良好协调配合 发挥组合权综合效应 形成其成效应 维护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五、保持政策连续性 政策调整要平稳过度 避免风云突变带来的意外冲击 同时也要与中长期发展战略相向 而行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增强政策的可预期性 六、打通国内大循环 增强国内经济循环的顺畅性 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一招 这包括 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打破市场分割 二、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 三、完善国内大循环 减少对外部环境的扩度依赖 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 塑造新的经济增长期 七、积极开放带动内循环 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 吸引海内外资源要素 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的活力 具体包括 一、持续扩大准入领域 完善内外资源无差别待遇 二、深化多双边自贸协定谈判 争取提高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 三、支持更多企业走出去 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构建新发展格局新优势 综上所述 这次公积金利率调整 体现出中国政府 在应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时的 一些考量和政策取向 但不可否认 这一调整本身 也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一、有利于缓解购房者贷款负担 第一对准备购房者来说 贷款利率的下调 直接降低了购房成本 减轻了他们的按月还贷压力 这有利于释放部分刚性住房需求 提振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活跃度 二、势必带来房价小幅上涨 其次利率下调 将次级市场投资性需求 推动房价短期内小幅上涨 这意味着新入市购房者 面临着更高的房价成本 也进一步加大了购房负担三 地产行业难限根本好转 再者房地产行业的底部徘徊状态 短期内也难以限根本好转 毕竟单一的利率调整政策 并无力解决行业高杠杆去划慢等 结构性矛盾四楼市潜在风险仍需警惕 因此楼市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风险仍然需要高度警惕 一旦出现市场预期的逆转房价下行压力将严重加大 五、对银行资产质量影响或有地延 最后针对银行资产质量方面的影响 或许存在一定地延性 如果楼市出现下行 不良贷款形成利润摊倍损失 将迟缓传导至银行资产质量 总的来说 公积金利率调整 只是中国经济政策应对方案中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 与经济结构性矛盾相比 其解决作用十分有限 我们既要审慎观察其短期内对楼市走势的影响 更要高度重视经济转型升级 终于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 订阅并点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